現在為各位來分析一下這個 競技場的這張 世界線 觀測者 伊塔庫亞 做這張卡牌的金幣分析 它是CD7 CD7 多不多說少不少 說少不少 在那中間剛剛好 三回合內發動技能 而且 回合開始時 所以當回合 當回合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把這顆 木轉成 木神族 所以它很適合給 木神用 那這張卡牌是什麼種族 這邊目前看不到 理論上應該也是木神 理論上 因為 那個宇宙什麼鬼的 應該是神 我大膽的假設 它會把木轉成木神 技能 而且開始時 然後所有掉落的符石 轉為強化符石 所以你下一回合需要強化符石 這張卡牌也很好用 懂我意思嗎 而且三回合都會掉 那個 掉落的 掉落的符石 三回合內掉落的都會是強化符石 有人說是神 有有有 木神神我看到了 這邊有 這邊有寫 所以三回合都會掉落的強化符石 所以如果你需要強化符石的時候 可以提早開 破什麼多數強化盾 有的沒有的 都可以提早開 珠子再把它綠下來 它CD7的 這個CD它算還可以接受 然後 技能跟回合開始時的時候 所以你只要 檯面上有木的話 它就會轉成 木的神族符石 那木的神族符石 神族種族增傷 基本1.9倍 基本1.9倍 這邊有計算機 先幫各位算過 基本就是有1.9倍 1.9倍增傷 但是你銷的珠子 每一組的珠子越多 例如說我變6顆的時候 變6顆的時候 它就變2.0倍了 6顆就有2.0倍 一組喔 如果你把它切開 我把它切成兩組 我看一下倍率變多少 也是變1.9 懂嗎 所以你的一組珠子 越大 越大坨的話 它倍率會越高 假設我消除30顆有沒有 消除30顆 一 combo 吃我的一些 它的倍率會達到 2.16 1290 3 232882 5252 39 39889 的倍率 所以1.9到2.16倍率 不過技能上 你不要把它看成這樣 我建議各位把它看成 增傷1.9倍就好了 但是 再強調另外一個東西 看起來是1.9倍 問題是什麼 掉落符石 轉為強化符石 所以你天空掉下來的 木 珠 木珠 就變成木強 而且是種族符石 然後這個別台看不到 這個只有這一台看得到 強化種族符石 變成2.35倍 變成2.35倍 真的啦 別台看不到啊 因為別台手轉就可以黏過去了 這一台不一樣 這一台手轉技術比較差 所以我們只好算得比較精闢一點 如果掉下來 現在下一回合 你掉下來是木 木的符石有沒有 那個木符石會變成 木的強化神符石 所以是2.35倍 木的強化神符石 2.35倍 最低2.35倍 最高 我們看一下 最高 2.741935 4842 8825 3939 889 了解齁 了解齁 所以這張卡牌可以刷啦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轉成 轉成強化符石 就是掉落都變強化 我覺得還蠻好 又掉強化 它木就把它轉成 轉成那個 就是你強化符石 本身有一個增傷了 然後又一個神竹 又一個增傷 一定有人會問說 強化符石增傷是多少 OK 沒有問題 這個順便幫大家算一下 假如你不是木的啦 假如是強化的 一般 一般強化符石 1.45倍 1.45倍 30顆的話會變多少 1.58倍 了解齁 1.45到1.58 OK喔 開機後是掉落 對掉落啊 掉落啊 但它還是會轉啊 那邊有一些 有講啊 它還是會轉啊 就是 它還是會轉啊 掉落符石轉為強化啊 然後它三圍合內 它的 它的木還會轉成神竹啊 懂我意思嗎 木8也不錯 也不錯 也不錯 三用手動卡牌發揮最大效益喔 我覺得這張卡還蠻不錯的 一功能性跟它的CD來講 是可以接受 CD7就是為了平衡那個倍率吧 我覺得倍率還蠻不錯的 倍率還蠻不錯的 了解齁 好 那以上就是 這個世界線的觀測者 伊塔庫亞的這個金幣分析 謝謝大家 掰掰 蹦 對啊 娜琪超開心 娜琪超開心 娜琪一開始下面那三顆就 1.9倍起跳了 但是它不是掉 它不是掉落的喔 注意喔 強調一下 娜琪下面那三顆不是掉落 我剛剛算是掉落的喔 所以沒有掉落只有神喔 1.9 喔了解喔 可以喔 蹦